OK Sorry 第七位被揚武杭山 武杭山 再说异地在林教法院 等了一圈 心里非常着急 就从太上老君 观音菩萨和王母娘娘一起到了南天门外 他们正在南天门外 下一看 只见四大天王和天兵围了一个圈 李天王和哪吒站在空中 二王神和大圣正在圈中打得不分神败 观音对太上老君说 我来帮二王神一把 一定把大圣给抓住 太上老君问 观音菩萨用什么兵器 怎么帮助呢 菩萨说 把我的玉井瓶丢下去 打到大圣的猴头 就是打不死他 也能打他摔一跤 好让二王神去捉他 太上老君说 你这瓶子是个瓷器 不然打不着大圣的头 碰到他的铁棒 不就打碎了吗 你先别动 看我的吧 说着他拿出了一个签子 对菩萨说 这件宝贝叫金刚圈 不怕水火 我把它丢下去 打那后走一下 大圣正在和二王神作战 他让老君把那个金刚圈丢了下来 正打在他的头上 二王神的神群赶上去 在他的腿肚子上咬了一口 大圣摔了一跤 二王神一步上前 抓住了大圣 用绳子绑起来 大圣被绑到了天空里 可是刀弹幅度 去一点也不能上海他 火神放火 雷神用雷来打 打不动他 众生没有办法 只好去报告玉帝 玉帝听了 问道 这可怎么办呢 他让老君走上前来说道 这猴子偷吃了仙丹 攀陶会上的仙丹 身子变得像钢铁一样 无法伤害 还是把他带回去 在我的炼丹炉中用火来炼 等我的仙丹炼出来 他也就变成灰了 玉帝听了点点头 把大圣解了 交给了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 把他推进了炼丹壶 燃起火来就烧 很快就过了七七四十九天 打开了 打到了开炉的日期 太上老君以为大圣已经 烧成了灰 就来开炉 大圣在风口 在风口处 正用手捂着眼睛 听见了声响 看见了光亮 一下子跳了出来 哗就只听哗哗一声 大圣踢倒了炼丹炉 从耳中提出了如一金锅棒 从斗篩弓一路打了出去 大圣一直打到灵孝宝殿 门外正好遇到了手殿的天兵 大圣二话不说 几棒就打 仲天兵四面八方一起向大圣插完 大圣摇身一变 变成了三条热壁 又把如一金锅棒晃一晃 变成了三条 他六只手挥至三条棒 像车轮一样飞 仲天兵只能乱嚷乱叫 不敢前进 大家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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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